我们在世纪末出生 过去 现在 未来 九世代的声音就在这里 早午晚安 为身处任意时段的你带来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到世纪末的酒 我是易学 我是班安 耶 想不到吧 我们居然在 不是平常上传时间出现了 我们非常认真的工作 所以可以下班了 再见 超级想 我觉得我们 至今我们节目一个传统技能 就是 开头要下班啦 大家拜拜 对啊 我觉得就是跟上班的概念一样啊 就是你在出门前就已经想回家了 根本不想出门 我要笑死 超级想通 对啊 这样子我有点亏 因为我在家工作 可恶 那我没有地方可以回 对 逃不掉耶 可恶 我想下班 不是不想下班 不想上班 想回家 可是我在家里上班 我的心没有真的回家 好啦我们今天 难得认真的加班了一下 真的 那 玉璇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加班吗 谢谢 等一下 你是被自己呛到 我是被自己呛到 笑到呛到 笑死 有 我们今天加班的原因呢 是大家快看看你们手边的日历 月历 手机任何可以看到日期的地方 今天是4月1号 预言节 对 虽然这天我从来就不会干什么 有啦我们曾经有干了什么 但发起的不是我们 但是曾经有 对 好啦 反正我们就是来跟大家算分享一下 跟愚人节有关的我们过去的经历 还有想说这集怕它太短 所以还是介绍一下愚人节好了 哈哈 所以我们说就是我们这集要突发 就是10分钟的结束 就愚人节分享完了 掰 可是好像有点就是 好像有点对不起大家 心情上的就 对 心情上觉得大家点开 然后听了5分钟就 什么结束了 哈 片尾了 好像有点 有点点对不起大家 而且片头片尾加起来可能还有20秒 对 可能片头片尾加起来比内文团要多 之类的也有可能 好啦我们努力刚刚讲那对干话 应该有到片头片尾的长度了吧 有吧 有啦 有啦 好那 我还是努力的撑一下长度 因为其实在今天查知道之前 我也从来没有研究过愚人节的由来 易雪你之前有看过他们的由来故事之类的吗 当然是没有啊 嗯 没有人在活着过班的直接讲 我真的觉得身边很少人在过愚人节啊 从小就 好不管 只有学生时期 偶尔 嗯 可是学生时期 大家还是会比较过万圣节跟 耶诞节 就是对比愚人节 好像 就比较 不是啊因为你要想 就是其他节日你有东西可以买 有借口可以花钱 那愚人节你不能说 我要为了愚人节 什么的也没有啊 对啊 而且干嘛挑愚人节啊 每天都可以整人啊 呵呵呵 何必呢 所以也是呢 对啊 不局限这一天了好不好 其他364天都可以哦 好啦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姑且的介绍一下这个愚人节的由来 超级随意 对超级随意的 但是啊我不知道 医学不知道 大家搞不好也不知道 今天之后就会知道了 对不对 没错有听我们节目就会知道 你看这是一个多棒的知识 我们是知性节目 讲得好心虚哦 可恶 完全讲不出来 不行你要大声很有自信的说出来 我们是知性节目 哇 对 大家不要欢迎 好那那作为这么正宗的知性节目 我们就必须带给大家新知 所以愚人节她到底怎么来的呢 天哪 从要讲由来到现在 我们又耗过了几分钟的垃圾话了 整个都 好真的进入正题了 就是在查知道的时候 发现愚人节的由来其实蛮多的 就是她没有一个很制式的规定 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 她看起来她的由来都是从欧洲大陆来的 那我选了两个看起来比较 就是说法比较详细的 分别是来自于法国跟英国 第一个由来呢 是传说在西元1564年的时候 超久以前16世纪 那时候中国哪个朝代我都忘记了 不知道但很久以前就对了 那16世纪的时候呢 就是法国开始采用一个新的立法 把原本的元旦 从4月1号改成1月1号 但是因为就是刚改 刚换这种新的立法 大家不习惯嘛 所以大家一时之间没有办法适应 所以到4月1号的时候 就会有人开玩笑的就是 又开始拜年 因为以前这一天是元旦 训练快乐 对对对 然后一边就是开玩笑说 哈你被骗了啊 就是其实早就不是元旦啊 什么的 超级无聊的 这些家伙 直接说人家无聊 就是无聊的人们嘛 没办法 对但你也知道那时候没有电视 也没有网路对不对 没事情做 他们很快乐了 对这是个很好的娱乐 所以莫名其妙就多了一个 有趣的节日这样子 这是其中一种说法 而且说真的啦 到现在搞不好 还有人写日历 还在写2021年耶 我就不信没有人 大家应该也很容易忘记吧 就是这种换日期 换日历 换历法 这种时候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那第二个由来呢 是英国 英国人认为呢 就是余燕节的由来是 西元15世纪的时候 硬是比法国要早一个世纪哦 真的是输良不输政 很努力哦 我要超过他们 嗯对 就是跟某个国家定 定国庆日的时候 就是要超过人家 比人家早一点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你有听过吗 真的假的 我刚以为你只要 我刚以为你只要 那个开超音感美的玩笑 原来不是啊 哦不是 我是认真的 就是有一个说法 说我们的邻国 他们的国庆日在10月1号 是因为他要比10月10号早过 这是一个说法 这是一个说法 反正英国很厉害 别别人要找一个世纪 不是一年 就是有这个由来 一百年 对对对 找人家一百年 非常厉害 那他是说 这是宗教改革之后 出现的节日 因为当时一个西班牙王 等一下 所以是英国的传说 但是说是西班牙的故事吗 居然 没有 他是英国人认为 哦 英国人认为西班牙 好好好 应该说那个时候就是 应该说 当时候的欧洲的那个 就是各个王室 他们有很多 王室都很互通嘛 对会通来通去 通来通去 好通来通去 通了 好啊通来通去 那就是英国人传说 当时西班牙的一个叫做 西班牙王叫 菲利二世 建了一个异端裁判所 然后只要不是天主教徒 就会被当作异端 感觉有点像是 女巫狩猎的那种概念吧 然后在每年4月1号的时候 都会处以极刑 就是这些人都会 被处以极刑 然后大家就 对 对这个 这跟原演节 超级无关的 我觉得 很残酷 然后他说 因为当时大家就很害怕嘛 所以到了这一天 就是为了就是 对冲这个害怕的气氛 就会故意开玩笑啊 说说小谎啊 然后让整个 有点光明灯的感觉 有一点 反正就是让这个氛围 不要这么肃杀吧 但是我觉得 真的有用吗 那你还是会被处以极刑啊 对啊 在那个广场上 大家处以极刑的时候 你在旁边开玩笑 真的没问题吗 看起来更地狱 对 这个以现代角度来看 是觉得有点难想象的 但是 sorry 他就是其中一个 愚人节的由来这样子 插到这两个 是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 对不起 我的喉咙真的 状况好糟 好烦哦 好烦哦 真的 痛苦的换季感冒 好 没关系 反正 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了 我不知道上一集还是哪一集也是这样 那我的结论还是一样 大家就忍着点吧 对不起啊 忍着 大家久了 就会变成M 就会习惯了 超过分的 完全不知道 分口同你 那算了 嗯 好 好 我还是要继续讲啊 我尽量的让声音听起来正常一点 那 刚刚介绍完就是愚人节的 嗯 算是由来之外呢 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近年来比较 算是知名吗 的一些 关于愚人节的事件 那 我不确定讲事件 对不对啦 反正就是很多的媒体啊 或是各种 呃 商家 都会趁愚人节这一天做行销 或者是做一些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意义的事情 哈哈 就是想要搞事之类的 那其实 我觉得蛮知名的是 好像每一年汉堡王 是不是都会有出 愚人节的新的商品 有 他今年有那个草莓 什么的 草莓 华宝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就是反正那个宝里面会有草莓 酱还是反正草莓 对就是都是有出新品 然后 但是我朋友有吃 然后他说 嗯就是没有特别冲击 但也没有说特别怎样 就是一个宝 就是一个室头 就是一个室头 来消费吧 大家 对 这就是一个行销手法而已 就是有节日的时候 更好行销 更方便而已 埋起来 对 那 我有选几个 就是我看了之后 印象比较深刻一点点的 各个媒体做过的诠释 那 其中一个是 我以前就有听过 这个好像是在念大学的时候 应该是念到行销 或是什么传播理论的时候 就有举到 这个例子 就是说 大众是如何 被糊弄 被愚弄 而且还是会有人相信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说呢 在某一年 BBC就在愚人节这一天 宣布要开始测试 他们可以通过 电视传播器位 就是说 我们有最新科技啊 那个 那个电波很厉害啊 就是大家接受到这个电波 电视接受到之后 可以放出气味 就超级厉害这样子 结果他们就是在愚人节 开这个玩笑之后呢 就有人真的去联系BBC说 他们真的闻到电视机 传出香味了 你就 好哦 好哦 可以 嗯 可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很棒 是一个很棒的心理实验 心理 其实是心理学的实验 我觉得 非常非常优秀 那我对他的印象也比较深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就有看到 BBC还干过一件事情 易学应该会蛮喜欢的 就是 他在2008年的时候 对 播出了一则报导 他就说 南极的企鹅飞往雨林过冬的记录影片 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影片 我有点想看 我看过超可爱的 真的假的 就是真的 他就是把企鹅弄得在飞 然后就飞到那个雨林 然后就是降落在树上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很像一般 我们看到那个 热带雨林会有的那种鸟 放鸟的天气吗 嗯 没有热带雨林会有那种鸟的那种 就是他们会停在树 树烧上的那种感觉 他就把一堆鞋 blowing 什么 很多 那我等一下再找来看看 我完 fighters想说 这个感觉雨水就会喜欢 所以我帅他选出来 我看过那个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还 就是看了蛮多次 真的很喜欢 是吧 因为很可爱 是很可爱 但是我 meio好奇就是 会不会有人相信 总感觉会有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会有 就是有种 现在有这样子的 是新发现的气能吗 还是什么突变种之类的吗 感觉 嗯 很有可能 没有他就是一个语言节 对他就是一个语言节 好啦那他除了这边 比较有趣的事件之外呢 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 我在看维基百科看到的 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台湾 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我之前 可能那时候还小吧 所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他是说在2005年的语言节当天 然后PTT Joke版的版主 他是台大的学生 他就模仿联合新闻网 就是联合报体系的 的网页格式 然后发表了一篇叫做 北京斩首行动 总统府遭到轰炸 然后署名中央社的一个 就是假装自己是新闻报道 然后内文就是写什么 台湾总统府啊 博爱特区都陷入火海啊 然后很严重啊 就是中国要就是攻击台 已经攻击台湾了这样子 结果当时就是很多人就是 就是把这个讯息传出去 就是讲白眼就是疯传的假新闻啊 然后甚至导致有很多媒体 就是后来又报道了这件事情 但是他们应该知道这是假新闻啊 只是报道说有这个假新闻这样子 然后我是没有看到 维基百科写说他后来有没有遭到 什么法律处分 因为你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现在的法律是会有什么公共危险 或者是就是散播虚假讯息 导致公众狂慌是有这个法律 可是他是2005年 所以我不确定那个时候 有没有相关法律 但是也挺荒唐的 而且就是看完这个例子之后 就单纯的让我觉得说 余恩节就只是一个超级的世界 假新闻之日不是吗 各种 对啊完全就是啊 因为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维基百科看一下 上面除了台湾跟中国的这个故事之外 他也有很多其他国家 然后也是假新闻 像是什么比尔盖茨 什么什么被说死亡还是什么样 就好可怜喔 时不时就要被刺死一下 让我想到我朋友前几天跟我讲说 你知道琴 反正就是一个歌手 叫琴什么的我突然忘记了 琴玉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他最近要开演唱会了 然后结果他要开演唱会的时候呢 他最近就突然出来说 有人说他要过世了 然后他就说 然后还很泰然的说 没关系啦 前阵子还有人说我长脑瘤了 可是他都要开演唱会了 到底 大家到底有什么问题啦 大家要来看我开演唱会喔 对啊 然后一边说不要再说我死掉了 我的演唱会几月几号开始了 那个超荒唐 我觉得喔天哪 这个假新闻真的是 而且还没有愚人节 就是我们不说到愚人节 这是愚人节 就是普通的假新闻 对 就是现在假新闻已经多到真的 365天都是愚人节好吗 真的 一切都真真假假不知道 说真的先把它当假的吧 好啦那我们就先分享啊 是关于愚人节的由来 还有一些比较公众视野当中看到的 比较大的事件 那我们接下来就分享一下 自己跟愚人节有关的故事吧 你学来讲讲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曾经有一件就是 直到现在都还可以记得的 愚人节的故事 对 非常的 就是刚好是我跟班 就是我们同班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就是 那时候是一个 诶 当时候刚好是国文课 然后国文课的时候就 不知道班上的谁就是突然提议说 诶 我们大家趴着装睡 然后把门锁起来 就是 对 就是那时候就做了这件事情 就是要 故意要弄国文老师就对了 天哪 我真的觉得 到底是谁提议的啊 好想知道哦 应该不是我吧 不是吧 我不晓得 我真的觉得应该是那个 双性boy吧 高机率 嗯 我也觉得 对啊 那你就去讲这件事吧 对 然后就是 我们就是这么做了嘛 就大家趴着啊 然后灯还关掉 然后把门锁起来 然后老师来了之后 老师就 蛤 所以老师就在外面就是 他有敲门什么之类 又是叫我们 然后我们都没有人理他 然后老师就不能进来 结果老师就 哦好哦 然后老师就离去 我们想说天哪 等一下老师就这样走了 没问题吗 老师 老师你这样走了 老师是不是超生气的 怎么办之类的 对我们那时候 其实大家有点 小小的紧张 而且总之后来 来的不是老师 是教官 就 而且是那个很帅的教官 就是我们之前提过 很帅的主教 所以主教做了什么呢 主教就冲过来 对着我们教室的人 全部人说 就是反正 我忘记他讲了什么 反正就是叫我们 全部人去外面的草地集合 大家就很紧张 就 哦天哪 什么什么 教官 教官 等一下 我们是在做错事 对他就是 大家做错事 所以去 就是外面要驯化 那个概念啦 那个时候 就是大家就很紧张 天哪天哪 天哪 是不是 就是怎么了 然后什么之类 然后就到 外面草地上 大家集合好 就排队排好 像升旗 那个队伍排好之后啊 主教还就是 一脸超凶的 他有骂一下吧 他有骂一下 就是各种讲话讲讲 然后就 天哪 天哪 要不要骂 天哪 我们只是 只是想过个愚人节 我记得他好像说什么 愚人节这样很有趣吗 什么这样开玩笑很棒吗 什么就是 就是他就是 就是在指责 我们在愚人节做这件事 这样子 你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对 讲完那故事 没有 但最后重点就是 主教就是感觉很凶的时候 他就默默淡淡淡说一句 愚人节快乐 回去上课吧 然后我们回去的时候 就看到 我们的郭文老师 就是很泰然的坐在讲台上 然后看着我们 然后一点我胜利了这里 对 他胜利了 没有错 他真的胜利 现在还是老的啦 不知道他当老师的这些年来 是不是有遇过很多次 这样的经历 我觉得搞不好 搞不好老师们 就是四月一号一到就 不知道这些学生要搞什么事 诶你们就 你们班 这次做了什么 就是 四月一号一到 各个教官都要加班的概念 圆明就可以在教官室里看动画就好的 等一下不要这样 而且那时候来的还不是看动画那个 你又知道他不会看 但我觉得 比起来 他应该 不会那么明目张胆 我知道 但我记得他好像 均接蛮高的 就是 比我们想象中要高很多 就可能上校之类的 感觉是个很自律的人 就是一个很帅的人 对很帅 单纯只想讲很帅而已 又高又帅 然后就是凶起来又超man的 然后又还会开玩笑 对 就觉得可恶 很幼趣 赞 只能夸奖他 没有任何的负评 对 虽然我们曾经因为他而变成别的学校的标杆 对 但是没有关系 还是很帅 不在意的 对 结论这集的结论是主教很帅 被主教凶很开心 虽然一开始很紧张 但后来知道是余元杰的时候 主教在心中整个大加分 就是已经分数很高 而且他超潇洒的 就是我记得他讲完余元杰快 他就直接就走了 他就用着走了 对 就整个就是 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的工作结束了就走了 有够帅的 好啦 他应该也很那个吧 他就觉得天哪 为什么还要来做这种事啊 他可能觉得很好笑吧 这群蠢蛋这样子 他一定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在军营里面 应该也是干这种事情的吧 说的也是 对啊 在那边凶人家 现在难得有机会凶一下学生 看学生怕的样子 他就怒怒怒怒怒 啊 余元杰快乐 对 这真的只能认输了啦 没办法 就是 而且还有那么帅 对 好啦 好啦 那本集重点就是这样 就是主教很帅 古文老师获胜 这就是愚人节最后的重点 好啦 那我们这个 这个特辑 也没有要录太久啦 就到这里算高一个段 其实也有20分钟了 真的耶 好啦 那就 在这里先跟大家讲一下 拜拜啦 大家愚人节快乐 就是整个的话 不要玩得太过分喔 就是 不然你们一辈子就会有劲了 就知道 要适可而止喔 对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小心叫关啦 好啦 拜拜 好啦 我是班 我是一学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 拜拜